喵 喵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狗屎寫手 讓我們歡迎來賓 MC HOT DOG 這是 MC HOT DOG 熱狗 AKA 情美人達華 AKA 寂寞的小水怪 差不多先生 你的大叔 名號非常長啊 饒舌歌手都這樣啊 告訴你OG級的就是這樣子 稱號越來越長 你的名號呢 大家好 這裡是伯恩 AKA 夜夜秀已經倒了 AKA 不能啦 不要在人家大白兵面前這樣丟臉好不好 兼饒舌的場子嗎 沒錯 其實饒舌跟現場喜劇 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 真的真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很喜歡脫口秀 其實我也有講過 所以其實我就那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這兩個真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因為你要一直丟梗嘛 punch light 抓那個節奏 跟粉絲碎 得罪別人嘛 對啊 對 得罪別人 誤罵嗎 對就是我就是覺得很像 真的是那個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樣 沒錯 真的很像 所以等一下狗哥應該可以架輕救手 可以啊 我覺得盡量開我玩笑的 然後全內開誰玩笑都沒關係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大前輩沒有人敢說話 真的 好我們就是算準這一點 我們在這裡賣狂血 好 OK 大家應該可以殺出一陣腥風邪雨 好啦我們不囉嗦直接下去了 DJ drop the beat 早晨歡迎MC HOTоне Muhammad 大家好 我是MCHOTO Aka大姨媽熱狗 哈囉大家好 我是MCHOTO Aka 大姨媽熱狗 哈囉大家好我是MCHOTO熱狗 ака大姨媽熱狗 九九才會紅一次 九九才會紅一次 好我今天表現應該會好一點 我覺得我今天表現應該會更好一點 因為少了張證越那個拖油屏 因為少了張正月這個拖油瓶 我小時候的夢想其實是當警察 你們知道嗎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警察 所以我都對著觀眾喊 PUT YOUR HANDS UP 所以我都對著觀眾喊 PUT YOUR HANDS UP 我剛才撞到一隻鴿子 我剛剛不小心撞到一隻鴿子 我下車就想說 哇 死鴿 我下車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 死鴿 後來我仔細一看 才發現是兩隻 後來我仔細一看 我發現死了兩隻 死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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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饒舌跟桌球很像 其實我覺得饒舌跟桌球很像 拍子很重要 拍子很重要 而且圈子都很亂 而且圈子都很亂 說到Under Gwang的歌手 說到Under Gwang的歌手的話 我覺得還是宋岳亭最有代表性 還是宋岳亭最有代表性 他23歲就永遠Under Gwang了 他23歲就永遠Under Gwang了 聊一下我兄弟好了 我先聊一下我的兄弟 最近頑童的大淵開始減肥 最近頑童的大淵開始減肥了 因為他終於發現粉絲只愛瘦子 我去年出了一張新專輯叫做廢物 因為我女朋友一直罵我是廢物 因為我女朋友一直罵我廢物 我今年的專輯名稱叫 信不信我回娘家 我今年新專輯的名稱叫做 信不信我回娘家 我在生第一胎之前 我在生第一胎之前 女朋友問我 女朋友問我 結不結婚有差嗎 還是直接生了 結不結婚有差嗎 還是直接生了 我說差不多先生 我說差不多先生 我一直以來回報歌迷的方式 我一直以來回報歌迷的方式 就是跟他們上床 就是跟他們上床 所以其實我是差很多先生 所以其實我是差很多先生 喔呀 但我現在的性幻想對象 都是比較年長的 但其實我現在的性幻想對象 都是比較年長的 我的志願就是 娶到一個很有錢的寡婦 我人生的志願 就是娶到一個很有錢的寡婦 像陳美鳳就超讚 像陳美鳳就超屌超讚 我最喜歡的年齡層 就像第四排中間這位先生 我最喜歡的年齡層 就像第四排中間那位先生 左前方左前方找一下 欸這位 你要是女的 我一定幹死你 大家之前有看新說唱嗎 大家之前有看新說唱嗎 有人問我說 吳亦凡說唱水平到底到哪 有很多人問我說 我覺得大概到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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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修的 要靠修的 還有一些問我說 節目有沒有劇本 還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這個節目到底有沒有劇本啊 潘瑋柏妄詞是演的嗎 潘瑋柏妄詞這個是演的嗎 拜託如果有劇本 潘瑋柏才記不起來 拜託如果有劇本 潘瑋柏根本記不起來啦 這幾年了我一直在大陸當導師啊 這幾年了我一直在大陸當說唱的導師 以前我是一個饒舌歌手 以前我是一個饒舌歌手 現在是捲舌歌手 現在是捲舌歌手 最後還是唱一下我的招牌歌好不好 我覺得最後呢 我還是唱一下我的招牌歌 我愛台妹兒 台妹兒愛我 我愛台妹兒 台妹兒愛我 對我來說林志玲算個啥 對我來說林志玲算個啥 謝謝大家 我是NCRRMO 謝謝 怎麼樣怎麼樣 Kill 炸產耶 很久沒這麼熱鬧了 真的嗎 對啊我們這邊澎壁深灰 沒有因為其實我戴那個耳機 然後其實因為你們聲音超大 然後我其實聽不太到台下觀眾的反應 他全部都在尖叫 我們這邊都聽到觀眾超大聲 好那就OK 那你有看到就是我介紹你的時候 還沒介紹完因為 噢乾是熱狗湯 真的嗎 對驚慌失措 你就沒看到這個 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笑話 我看你很喜歡瘦子那個 對啊那個 蠻好笑的 而且你們真的太狠了吧 就直接開一個 老人的玩笑 然後叫我幹他 這個不會那個 不是出自你的嘴嗎 沒有問題 對他不敢惹你啦 放心 不過我覺得這個會寫會寫 好玩喔 真的是狗屎寫手 開心齁 不會回去要寫手歌遞死我們齁 不會啦 那有沒有我們剛剛寫了什麼 可以敬你的新歌 太強人所難了吧 為什麼要批別人 好啊 不為難 不過因為其實狗屎寫手就是 Ghost Writer 這個在HIPHOP這個文化裡面 其實也有這個名字 對 找人帶寫的 對就是那種幽靈寫手 狗屎寫手 可是寫得很厲害的 對所以其實這個名字那時候 狗屎寫手 我覺得你們翻得很好 我就覺得 這個有揍了 可是我們不是寫得很厲害 我們寫得很過分 狗哥今年有沒有什麼規劃 有 今年我會發我的新專輯 對 期待期待 會有那個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對不對 當然會啊 那之後美鳳姐演MV 哇這個 不好敲 好好好 為了一個小禮物 對我們有禮物 有禮物緩解 對就是 熱狗一定是 要搭配這個 麵包 想說你 缺一個真正好看的帽子 這真的是帽子 好看嗎 超好看耶 哇 很適合吧 戴這個保證不主流啊 太不主流了 太不主流了 喜歡喔 不客氣不客氣 拿去給我女兒玩 好的 再次感謝狗哥來上門狗屎寫手 謝謝謝謝很好玩 期待新專輯 期待期待 大成功 好棒喔 你如果最近有看YouTube的話 應該有看到非常多Cat的片頭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一個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 開創的全新平台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下載Hami Video App 點進裡面的Cat網紅館看看喔